人事很难改变的 人事很难改变的 昨天我在看好棒棒的一个直播 他当中就有跟一个阿旧出来的 被害者 视讯连线 然而这个被害者 就是被人家骗到杜拜去 然后到最后又要转到柬埔寨去 那他那时候就很紧张 就到处找人救 结果就是棒 去利用关系各种管道 到最后把他救回来 然而这个人他救回来了以后 我们就会知道说 他在做的是什么 他就做一个轮胎师傅 林梦宏你好 所以他就去做一个轮胎师傅 老老实实的去做一个轮胎师傅 各位 你要了解 人他是非常非常难改变的 他除非要经历过非常大的一个挫折 他经历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挫折 人才有所谓的改变 然而我们很多命理师 总是会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我帮你分析了命理 我苦口婆心的给你讲 你就一定要听我的 各位 这个观念 你一定要把他修正 W.H.C.M.R. 这种观念你一定要把他修正 你要记得一件事 人是很难改变的 你看要受到这么重大的打击 他才有可能改变他的观念 请问他来找你算命的时候 他有受到什么打击吗 没有嘛 他只是觉得有点不顺而已嘛 他只是觉得有点不顺 他又没有什么打击 甚至有的时候 你在帮他批命的时候 还等一下 爱理不理的这一种的情况 所以各位你就要先知道一件事 就是 人他是很难改变的 既然人很难改变的 我们在帮人家批命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几点 第一个 我们只是站在一个分析的角度 OK 刘宁好 所以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做好我们命理师的角色就好 也就是第一个 我当然是要分析他的八字 分析八字以后 我们知道他的一个好坏情况 他的优点在哪里 他的缺点在哪里 这边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这时候 我们就是怎样 要给他建议 第二个就是建议 建议方案 你给他建议方案 A B 好 接下来第三个 你建议方案了以后 你认为他一定会听你的吗 当然 不一定 所以 这时候 就是 让他自己做 让他自己做 了不了解 你不要去管他 到底要怎么做 因为 每个人 假如说会听你的话的话 哇 那你也是 太厉害了 但是 有很多人不是的 像有一次我在批命的这个过程 我都已经跟他讲了 他的一个八字是怎样 然后我也跟他讲说他要怎么做 结果 半年以后 吸歪一口 半年以后 他就 又来找我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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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我业绩没有做出来 我没有做出业绩 然而 我的部署 又不听我的话 到最后 连办公事 人家 都能不租给我 育儿小小的你好 那怎么会这样 我就突然一头雾水 我就说我之前是怎么跟你讲 老师 你说我的官运很好 我就一头雾水 奇怪你做生意跟官运有什么关系 老房金城你好 你做生意跟官运有什么关系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就说算算算 你八字给我 我看一下 我一看了以后 各位 一看了以后 你知道吗 我就整个人火大 因为他整个八字就是大破财 我就说我当时我一定有跟你讲 叫你不要去经商 那你为什么还跑去经商 他就回答了一句 因为我想当老板 妈你想当老板 把你的命都赔进去 是不是 结果到最后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说 说你现在唯一能够做的 这时候我只能够给他建议了 就是收掉 重新再找工作 就是收掉 重新再找工作 后面他确实就把他的公司收一收了 然后就跑去做 那个 明星的那个经理人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有很多人就会这样子 我明明跟他讲不行了 但是他有梦想 他怀抱着希望 跟你说不能够做生意嘛 但是 人生不能没有梦想 没有梦想跟咸鱼合一 有何不同呢 对 没错 那你就去吧 去了以后 回来哭哭啼啼的 就哭哭啼啼的 有用吗 有用吗 所以各位你就要先知道 在批命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 第三点 你要记得一件事 让他自己走 你不用帮他决定 你只要分析优缺点 接下来就看他了 接下来就看他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呢 你不要以为 你批命很准 你不要以为你批命很准 所有的人 都会相信 各位不会的 各位不会 为什么会有这一种情况 就是因为 你的八字 不见得跟所有的人都会合 我的客人里面 我有看过 我的客人里面 七成左右 我给他的用神 大致上都是精髓 木火土这三种用神 加起来顶多三成而已 也就是说 我的八字 你八字需要精髓的 其实看到我 哇靠 各位 这一个 美味的食物一样 一口就要把他咬了 但是 你假如是用神需要木火土的 看到钟容义 就开始在咸了 了不了解 开始在咸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所谓的 跟对方八字合不合的问题 这个东西很神奇 有些人就是 跟你见到就一见如故 明明就第一次见面 有些人越见越讨厌 那个就是八字相合的一个问题 所以 这个问题 是在批命里面 会占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八字跟你相合的人 你跟他批完命十句话 他回去 他可能记得住 七句八句 但是那个八字不合的 他在那一边给你蒙点头 点到头都快断掉了 他回去以后 十句话 他只会记得两句到三句 而且这两句到三句 可能 还是他自己所想的 你知道吗 他自己所想要的 那其他的那一种 对他不利的 他全部都记不起来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说 既然 我们有八字 合跟不合的这一种的问题 了不了解 既然我们会有合跟不合的问题 那在这时候 你只好把你命理师该做的专业 你把他做好就好 接下来就是看他自己 了不了解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帮他改变命运 你假如可以帮他改变命运 你帮他批出来了 不就是假的吗 该破财的时候 都不破财还赚大钱 对不对 该破关的时候没有破关 哇靠妈 还嫁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对不对 好老公 各位 你以为改变命运有那么简单啊 各位 改变命运没有那么简单啊 你不要以为你知道 你就有办法改啊 在座的各位 你们很多都会批八字啊 请问 明明知道前面有坑 很多人也想要跳过去 结果呢 很多人是怎样 不但没有跳过去 还摔到里面了 改运 没有那么简单啊 改运没有那么简单啊 八字你批的出来 你批的出来 你不要以为你批的出来 你就有办法改啊 不然的话什么叫批命 可以让你改的话 命有那么简单让你改 那还要批什么八字啊 了不了解 可以你批出来了 随便就可以把它改掉的话 那还叫什么批命啊 你批的不是假的 对不对 所以 其实各位你要知道 这不好改 这不好改 这个 所以像你看 昨天我不顺 今天刚开始也不顺 今天我刚开始也不顺 结果 你摄像头可以用 画面是很漂亮 结果没声音 害我要重开 重开的时候 就把一肚子的大便 就把它拉出去 让我心情愉快 对不对 上厕所是食伤 食伤把关克掉 每次各位 跟各位报告一个秘密 这个吴伟雄啊 很奇怪 每次他来找老师的时候 或者是像刚刚看 我只要要讲到跟厕所有关 或者是我在上厕所 他就专门 会 哈啰 老师 我又来烦你了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吴伟雄 他在我的眼中 他就跟了厕所连结了 所以 他就是厕所熊 你知道吗 没看到我刚刚又要讲厕所 吴伟雄就 哈啰 嗨 所以各位 今天就开比较晚 就是东西用一用 看了相机的画面跟 跟视讯镜头的画面 那差太多了 但是没有声音 我还要再做调整 好 BT 你要 所以可能他要用个一两天才能够 全部用到定位 所以各位你会知道 人很难改变 所以你不用说 因为你帮他批准了 结果他不照着做 你在那边生气 了不了解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相机的 那个调整的 相机这样很亮 但是视讯镜头这样就很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人很难改变 就像 昨天Bump在联系的那一个 你看他一回来 他就老老实实 为什么 因为他遭受到他人生的这一种危险 所以要遇到像这一种的 那个人 他才会知道他错了 了不了解 他才会知道他错了 所以 各位 你就要记得一件事 人真的不好改 他假如没有遇到刻骨铭心的事 他是不会认为 自己是错的 所以既然他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 你也不用去纠正他 了不了解 既然他不会认为他是错的 你就不用纠正他 等到真的出问题的时候 这时候 你再来跟他讲就好了 所以 你不用 因为对方不听你的话 说不定他不听你的话 他也混得不错 就像吴伟雄 都不听老师的话 他也混得不错 对不对 所以他就从头到尾都不会听我的话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人 不容易改变 他来找你 他不见得要听你 了不了解 你不要以为所有人来找你 他都一定要听你的 有的些人他只是来听听意见 他有些人只是来听听意见 所以 我们命理师 都会有一个盲点 就是来找我的 就是要来询问我的 他就一定要听我 各位 不见得 了不了解 各位不见得 有些人去找命理师 虽然他去找命理师 可是批完命了以后 跟他心中所想的不一样 他也不见得会听 所以这一个就是 人性 了不了解 这个就是人性 所以 各位你就要了解 不听干嘛要来找我 就是听听而已 有些人就听听而已 了不了解 听完你的再听别人的 所以不要把自己当做很伟大 了不了解 不要把自己当做很伟大 你们有的 有些人就是有这种盲点 所以各位 你们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像我在去年有一个客人 他就说我今年只找你 为什么你今年只找我 老师 你不是说我在庚子年 去年没办法结婚吗 我说对啊 你没办法结婚 你知道吗 我问了那么多命理师 只有你一个跟我这样讲 各位 他来找我 他一定听我的话嘛 所以他就去跟人家准备要结婚 到最后不但婚没有结成 还被人家骗钱 所以这个就是人的本性 了不了解 你不要以为他只会问你一个 他可能会问好几个 为什么他不相信我 我是他认识的命理师 最年轻的 了不了解 我是他认识里面最年轻的 所以最年轻 然后唯一一个唱反调的 各位 唯一一个唱反调的 那你假如是你的话 你问了那么多命理师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所以你不要以为 大家只会问你一个 他会找你 他也会找其他人 所以不要把自己当的太伟大 但是很多人就是有这一种迷思 了不了解 很多人有这种迷思 然后等到他真的出事情的时候 就来不及了嘛 但是 也就是怎样 这样怎样 也代表了你批准 命没有那么简单的 要改 没有那么简单的 有非常多外力 会一直引导他 往他应该走的方向 了不了解 很多外力会引导他 说不定这时候你准 但是他跟你的八字不合 他就听不下去 他跟其他人很合 所以各位要记得这一点 不要把自己摆得很重要 不会的 了不了解 所以身为命理师 请你记得一件事 你这三样 你只能做前两样 帮他把八字分析好 给他建议 接下来就看他自己 我不管你怎么做 了不了解 我不管你要怎么做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的命你自己掌握 所以记得一件事 我常常跟你们讲的 命理师不参与别人的生命里程 了不了解 命理师不参与别人的生命里程 这一点你们要特别注意 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 我之前有说过 为什么 观音他是牵手牵眼观音 观音为什么是牵手牵眼观音 各位 观音原本他不是牵手牵眼 观音那时候 他还在修行的时候 观音他还在修行的时候 他就跟 欧弥陀佛 发了事 发了一个宏愿 他要度尽世间所有人 他只要 心里有一丝的退窃 他马上就裂成千片 这时候观音就跟那一种 刚开始的心声一样 就很有热忱 我满心的期待 对不对 我就要救你 我还要救他 我还要救这一个人 结果他发现到一件事 他把人救了以后 这个人又跑回去了 你知道吗 把他救出来 他又跑回去了 所以他就说 人怎么这么难度 你知道吗 人怎么这么难度 结果 他就因为这一个想法 马上碎成千片 他马上就碎成千片了 就是碎成千片以后 观音就哀嚎 好痛苦啊 怎么会这样啊 这时候欧弥陀佛就出来了 欧弥陀佛 出来了以后 观音就说 欧弥陀佛救救我 我怎么会这样 欧弥陀佛就跟他讲了 当时候你许了什么愿 你只要有退却之心 你马上 碎成千片 现在只不过是 把你的愿成真而已 结果 然后观音这时候才知道 哇 是这样子 欧弥陀佛 很慈悲 那就把 观音就 让他回复 但是因为他碎成千片 所以 观音致死以后 他就有牵手牵眼 让他去看见世间各个万物 帮助世间各个人 观音从此 就正式的进入了他 修 修佛之日 他就真的就这样 所以各位 你看看 连观世音菩萨 他都有退却的时候 他都觉得人怎么这么顽固 更何况 我们命理师 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各位 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你了解 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所以 当你了解了 你就不会把你自己 总觉得 哇 我很厉害啊 我就是这样子跟你讲 你为什么就不要做啊 各位 这种情况 跟卖保险有什么两样 哎呀 这个保险对你很好啦 我死了 我会赔怎样赔怎样 对方就不想要啊 这时候你就说 那你以后你死了怎么办 结果呢 你的朋友一听到 你是要诅咒我死是不是啊 就这样吵起来 都一样 那就是把自己放得太重要了 要不要解 把自己放得太重要 所以各位 这是第一个跟各位分享的